刚开始的武汉,最原始的武汉,它慢慢就变到B11,变到Alpha,又变到Beta,又变到Gama,然后慢慢就变到了现在的Delta,今天Delta的制定在于它的病毒可以杀害我们的身体的第一个房间,我们有所谓的neutralizing MD body Omicron 不要惹啦,火羞蜜咯,ok Omicron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它才六个星期的时间 11月24号在非洲正式被发现,六个星期它已经把很多的国家的COVID-19的Cases,0.99%全部是Omicron,代表它的传播速度很快 可是你听到的风声,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副作用 刚开始那个COVID-19来的时候,有人有neumonia,又肺炎,气不到船,要氧气 可是Omicron没有什么听到,好消息 所以我来跟你们解释一下,病毒跟病菌,那改次如果又有什么Delta corn要来了,打个比方 你应该要怎样是保持自己冷静的心态 我们先来谈一下病毒,ok 可能刚开始的武汉,病毒最原始的武汉,ok 它慢慢就变种,可能又变到B11,变到Alpha,又变到Beta,又变到Gama 然后慢慢就变到了现在的Delta,那Delta的杀伤力比较强 所以我给它一个毛,一个毛,比较可以吃的,叫做Delta Delta,Delta,ok,Delta,ok 那,现在Delta的杀伤力比较强 Omicron,来了 ok,那因为Omicron,你看一下 它的左手边跟右手边的芭蕾不一样,对吗? 所以它是一个variant,它也是另外一个变种了 它的这个是一个尖尖很似的一个毛 因为Omicron的杀伤力没有这么的强 所以我就用另外一个方式 我用这个B,放在它这边 ok,所以它们是不一样了,一个是Delta,一个是Omicron 第一个好消息,是Omicron的杀伤力没有Delta那么的强 打一个比方,它杀伤力的差别在哪里? 如果今天我讲说这个是得了Omicron 得了Delta的人,它会伤害到它的肺脏 它的肺脏整体甚至会有肺部前回化的问题 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它是伤害到了肺脏 Omicron,它是伤害到肢气管罢了,它没有到达肺脏 ok,你看到蓝色的地方,就是到它的肢气管罢了 可是红色的是已经到达它的肺脏了 那个差别在哪里?你可能会讲这些都是肺部吗? 如果都是伤到氧气都进不来,不是有危险吗? 不是这样子 你把这个肺脏的地方当成是我们的水龙头 这个当成是我们的水bike ok,so今天呢 我有这个水龙头 ok,这个水龙头它会滴那个水来 然后我有一个bike,接着那个bike 这个是我家里唯一的水龙头 如果今天的bike全部生锈了的话 水还是照流 bike生锈只是在旁边罢了嘛,水还是流得到的嘛 可是如果今天我的水龙头的那个头啊 生锈到很严重 它里面的铁啊,已经阻塞了那个头的那个毛孔的话 怎样办呢?我水就出不来了 所以同样是生锈 可是生锈在不同的地方 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病毒也是这样子 今天料大的致命在于 它的病毒可以伤害到我们的肺脏 伤害到我们的肺泡 当我们的肺泡被伤害到的时候 它修复的不够快 纤维化来了 那个肺泡修复不过来 身体就没有足够的地方给它去交换氧气 把氧气进入到血液里面 你的血里面的含氧量就会降低 你看到很多人需要氧气筒 就是这个原因咯 可是国内块我们看到的 Case没有这么的多 因为为什么? 伤害只是在脂气管罢了 所以这个是好处 当我在外国看到Case 大概是两三天它们就会康复回来 而且那个symptom可能是 咳嗽、伤风、全身没有力 身体变得比较沙哑 这些是比较常见的 而那些味觉没有 嗅觉没有很少 不会很多 而且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康复了 我知道这个其中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的弟弟也在英国 也得到了COVID-19 他应该是一两天里面 他就好回来了 前面几天他会比较累 喉咙会痛 可是就好回来了 这个杀伤力比较低 是一个好事 那第二个好消息 是Omicron本身的传播能力比较快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 打个比方 今天我有两个 给你两个选择 你是马来西亚的老板 我给你选择A 是全马来西亚人全部跟纳COVID-19 然后每一个人很好地修复回来 没有任何的后遗症 另外一个 是全马来西亚人都没有 完全没有得到COVID-19 你会选择哪一个? 我会选择这个 因为当每一个人至少都中过COVID-19 了过后 身体里面因为病毒有侵略过 他有一个基础的抗体 改制可能COVID-19的病毒 变成COVID-20,21,28,30,50的时候 我有一个基础的一个抗体 可以慢慢去跟他fight 可是如果这个人是完全没有跟他过的话 他连一点抗体都没有 改制在变异到很严重的时候 可能他很快就会有生命的风险 所以我们要每一个人 在没有杀伤力 没有长期的副作用的情况下 多多少少感染一次 打个比方 让身体有个基础的抗体 这样讲到更细节一点 你要去了解我们身体的 免疫机制是怎样function的 我用两个小瓜跟你讲 所以今天打个比方 Omicron变到比较长觉 这个座子是我的身体 这个座子是我的身体 如果这个病毒 他可以穿过我的细胞膜的话 伤害到我的话 那我可能就有生命危险 所以这个是我的最后一个把手 不可以给病毒给进来 身体的第一道防线 身体的第一道防线 我们有所谓的 neutralizing antibody neutralizing antibody 中和性的抗体 那中和性的抗体是这样子的 你知道了 因为这个尺寸刚好我可以fit in ok 那么我就要把你这刚刚好fit in的size 变到它不fit in 所以我有个中和性的抗体 中和掉你的外观的 看不到的 所以当你变到比较胖了 哎呀很惨 进不来了哦 哎呀怎么办 没有办法咯 等在外面咯 当你等在的外面越久 我的白雪球更容易进来的 那我的白雪球 刚好corporate是杀菌的 我的白雪球来了 它就容易去更多时间去杀死掉我的病毒 ok 那 你可能就会讲 哦这样子的话啊不一样 ok 就算是你得到了Omicron 你有了Omicron的抗体 不代表啊你可以去看其他的variant 不代表你可以看delta 对不对 其实也对 因为它毕竟还是不一样的 strain 不一样的virus 打个比方啊 我们看到这个小冬瓜 它的病毒的那个刀啊 是在右手边的 这个病毒的刀 是在左手边的 ok 所以它还是不一样的嘛 如果你种到了Omicron 你再种丢蛋 你应该还是会被infect掉 因为你的这个抗体跟这个不一样 它要这样子的抗体你没有 没有错 可是这个就只是在头上这部分罢了吗 我们打个比方 可能头上的抗体不一样 你还是会种 可是身体的这个部分 还是可以重用的嘛 对不对啊 所以当你的这个地方可以重用的话 就算是这个只有6-70% 就算这个只有6-70% 就算这个只有6-70% 都好了 它是不是会减低 Delta 对我们身体的负助用 或者减低Delta 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威胁呢 这个就是一个idea 所以当每一个人都 揍到了这个Omicron 虽然可能有一部分的 antibody是不适合的 可是至少我们有一个基础的变异体 基础的抗体 不管改次的variant再来 或者更强的variant再来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天然的疫苗 Omicron天然的疫苗 没有那么大副作用的天然的疫苗 让每一个人都有先有一个自行的抗体 OK你看啊 如果我们有一个天然的疫苗 就是Omicron 再加上人工制造的疫苗 OK我们先不要讲MRNA 还是Atenuated Virus 有些人担心这个 担心这个会变来变去 我们不管天然的跟人造的 你选哪一个 你应该会选天然的对不对 那如果每一个人 哎呀都可以在自己不小心 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 一些伤痛一些咳嗽 就已经好回来了 而身体Omicron曾经来过 它产生了这个抗体 那么未来 人家在check我们的身体的时候 你的身体已经有抗体了吗 那么可能第四针 第五针 第六针 第八针 可能不需要打了我 所以当我看到Omicron的时候 我反而看到了一个希望 至少通过Omicron这一次 可能改次需要的疫苗 会越来越少 OK 或者讲说 可能第三第四针 Maximum过后 应该没有人再叫我们 可能再打第五病毒针了吧 所以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 一个方向了 OK 所以看到Omicron不要去担心 这个真的是一个好的消息 看到了那个病毒的危害开始降低了 宣传率开始变得比较比较多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现象到达尾身了 除非又有更强的Variant再次爆发 OK 所以我希望2022年 这个是一个好的开始 让大家有更正能量去看 不管再来比较大更严重的病毒又怎样 只要你的心情是好的 你的能量是好的 你的细胞都是在感恩的能量磁场的话 其实身体有办法去抗疫的 OK 只有当你一直在UV的时候 一直去担心的时候 反正你的免疫能力下降 所以我希望今天通过这个Omicron的意识 你长到了一些知识 也找到了一些知性 来面对你的2022年 2022年会是你人生非常美丽的一年 OK 我们一起加油 拜拜